压压压压压压你妹啊 打球很喜欢压手腕 怪不然你会受伤 你不要认为说你打直线的时候 你的拍子是立着这样直着的 我今天跟你们讲 这一个手腕是怎么样用的 看好了 你打直线的时候 你们注意看 打完了以后 怕你们的拍面会稍微斜一点的 你不要认为说我打直线 拍子是这样立着的 你们很容易手腕受伤 就是因为往前这样去压 所以导致手腕受伤 你们打完了以后 这个手腕是往外的看到吗 因为你前面会有一个内旋 往上往前转正拍面这样去击球 当你打完了以后 它随着速度的惯性 所以你看你的手腕会往外走 看到吗 所以这样打的话 不管是直线还是斜线 你只要是手腕是往外的 我跟你说 你的手腕永远不会受伤 所以如果你还这样去压手腕 不是往外走的话 你的手腕一定是会废的 广义 让广大的球友受益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 和我神度交流 小可爱 你这步伐不要这样做 首先你这步伐如果这样打的话 你打完你是回不了中间的 正确的步伐你注意看 当我一启动完 这个时候左脚做一个后交叉 所以你的左脚要先往后 先迈 因为这一个球它已经过了你的人 你迈左脚的话 你就可以跟这个球 拉开好的一个距离 你的左脚往后 先做一个后交叉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转身做一个弓箭步 再做一个过渡球 弓箭步完了以后 这个脚尖要稍微往外 让你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做一个过渡 打完了以后 由于我们步伐的冲力 所以我的左脚会往不收一点点 再回中 所以它快一点的感觉是这样 来 你试试一下 哇哦 哇哦